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技术层面讲述本身给我的感觉多少有点困惑 说句心里话有些困惑 因为他讲说第一个气球非常便宜 这是价钱问题 气球非常便宜 第二个气球本身的运作操作的过程 他可以飞到最高可以飞到八万英尺的高度 八万英尺的高度意味着商业飞机 就是一般的商业飞机根本就达不到 一般的包括军事飞机也达不到那么高 就是攻击气球的F22 他意思说如果真的想一定要攻击它的话 如果气球高达八万英尺的话 那个F22也是个麻烦 是个疑问 甚至包括一般的导弹都是处理不了它 那你要这么说那不就变成了优势了 所以我个人只是觉得他是这么分析的 他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 那对错呢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真的 因为如果这么大好处的话 那美国人为什么不使 没有看到他使用这气球 英国人为什么不使 俄国人为什么不使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但我们只是跟大家提到 然后他就分析了利用气球做间谍呢 对比了有关卫星的问题 高空远程卫星跟它的超低空卫星呢 既有它的优势 又有它的缺憾 而这个气球本身呢 却弥补了卫星所达到的故事 就是他提到 他也提到 他说真正的高端卫星就是远程卫星呢 它的摄像的能力 就是摄像机摄像能力 那不如这个气球上的摄像机好使 这跟我们大家分析的观照个差不多 那它是个说法 我只能说它是个说法 我看过这篇报道之后 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合理 就是我依然认为不是很合理 因为中共的很多行为 以单纯从利益的角度 就是单纯从技术的角度 不是那么回事的 真的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故事 就不是那么回事的 我们这么讲 习近平执政这么多年 他在执政过程中 他哪件事情办得非常的有条理性 他哪件事情办得非常具有科学性 他封城跟解封之间的故事有目共睹 雄安新区的故事有目共睹 对香港回收概念都是有目共睹 这样的东西都是首尾不相扣 完全就是逆反的 然而你如果去按照正常人去思考 这个气球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说法 所以这个气球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讲 有这么大好处 而其他国家都不使用 只有中共国用的话 那你美国人是傻瓜 是有毛病 对不对 你们家有钱烧没地烧去 你们家这个国会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内债 就是他的债务 已经高达三十一万亿 这开玩笑 他已经比他每年的 就是生产总值都要超过不知道多少 那不就胡来了吗 所以这是我以为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他真正的原因呢 还是值得商榷 很多气球 气球被打下来 星期六 然后呢 大家都在疑惑 他为什么要发气球 那而不是这个 而不是这个 间谍卫星 极其简陋 相对极其简陋的监控装置 他说这有些不寻常 一个国家选择高空气球 不是卫星 主要是他的成本 说省钱 省钱 不知道 我们就想象不出 为了采取 为了能够获得监控的话 他只从省钱的角度 按照中共国人在这方面省钱的角度 想象不出来 我只能说想象不出来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如果他的卫星系统确实不灵的话 原因就在于钱都拿到自己兜里了 所以我们这么说 你比如说 中共的任何一个科研史 科研史都会有国家基金 那一个科研成员 他的一个主控成员 他的实验室拿到多少国家资金 这是他的本事 他的吹牛的本事 而国家基金拿进来之后 有多少人真正用在研究上 而有多少人完全用在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生活上 自己苛扣下 这是一个本 同样是个本事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样的卫星 类似于 这样的卫星 类似于一种 一种科研史的本身的 国家投入的资本 那一个卫星 他说造价一千万 一千万 我们就说这意思 一千万 那结果呢 他留下899万 只剩下101万 那是用在卫星身上 包括开发卫星的工作人员身上 那这个卫星 你说是成本高成本低 所以这个卫星做出来的故事 也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我这 我例子只是这么个简单的例子 中共体制在执政的过程中 他们在有关 用在公 就是用在公家的身上 用在国家身上的钱财 跟在国家身上的钱财的本身 苛扣的比重 这是西方社会恐怕不能够理解的 所以也就讲说 卫星 这个 间谍气球这件事情 披露出中共体制之下 那种 国家的 就是国家体制之下官场的腐败 可能有这个成分 远远 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这么描述 气球便宜很多 这是前海军情报官员 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人说 不需要把火箭用火箭送上去 如果气球炸了 如果气球被发现 这比使用反卫星武器更重要 我们通常很皱着眉头 就是不好弄它 第一它很难监测 因为它的飞行量超过了 大多数飞行器的射程 它是指它的飞行高度 够不着它 它说一些气球可以高达十万英尺 那很多国家根本没有 没有相应的武器能够击落它 这个就比较make sense 我觉得个人觉得比较make sense 但我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不是 为什么俄罗斯不是 为什么美国人不是 为什么只有中共国是 那中共国气球在六万英尺 那这是一般 一般飞行器达不到的 但如果气球处于海拔地区的话 这可能就不灵了 他说如果气球在八万英尺的话 F22够不着它 地对空导弹也够不着它 就是它的飞行高度 那这样的话 它在某个国家领空的话 你就是干潮机使用上进 那多发达呀 那我还说那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飞那你干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做个比喻 高达八万英尺 大多数国家飞行器 都达不到的话 今天在乌俄战争当中 如果俄国人 弄一百个 甭管俄如果中共国人 弄一百个 一千个气球 悬载美国上空 然后这个气球上 带有无数 带有可数 可以控制的 这个无人飞机 无人飞机 带有炸弹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可以这么说 那这战争就可以这么打咯 完全可以这么打咯 对不对 那今天的战争 它为什么没有这么打 所以我不想否认它说法 但是我以为觉得 这个东西 如果按照它的解释 留下了非常大的 遐想的空间 那就现在的技术来讲 那它的悬载 它的悬载装置 27米长 27米长 那它的 我不知道它的悬载重量 可以达到多少 它在一定的悬载重量 可以选择之下的话 就现在 完全就 可以成为攻击的武器 而不仅仅是间谍 对吧 而不仅仅是间谍 而且它费用低 按照它说 它费用低 所以它 而且它提供了 有效的承载灵活性 机动性 而且可以有效的 在时间上加以选择 携带的感测器跟装置 气球在蒙大拿地区 这是它讲述了 而且能够转变方向 这是可以控制的 那卫星 它是卫星 叫什么 俯冲的首选方式 但是呢 装置本身通常是 两种不同型轨道 所以下面就讲述卫星了 一个是低 低轨道运行 一个是地球的同步卫星 我们听到 同步卫星听到比较多 低轨道卫星呢 有 所以这里面 它就提到了 科罗拉多州的航天的教授 低轨道卫星更近 那意味着它更容易看 但必须是移动的 那低轨道卫星呢 距离地面 而同步卫星的远 它照不这么清楚 所以跟我们说的故事差不多 它说这样的话 而气球不是相对比较缓慢 有一定的 有一定程度的 永迟性 是 你只要发现不了它就行 在卫星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呢 曾经提到过 很难发现 很难发现 那这包括这一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提那话 那以后应该是用卫星 而不应该用 以后应该用气球 而不应该用卫星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那我们也提出了 我们自己的质疑看法 不是否定它 而是说 中共背后 我坚持以为 中共背后有着相应的一些 缘由 而这个缘由 只能由他们自己来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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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呀